創意比賽 盡在運通 跌了 五十幾點 怎麼操作 好 現在到封關 還有八個交易日啊 我覺得你可以設定一下 設定你每天賺三十點 好 三十點是多少 八三 兩百四十點 你有時候賺的多 有時候賺的少 平均下來每天賺三十點 八 三 兩百四 兩百四十點 如果你做一口就是四萬八 你做兩口就是九萬六 可以設定成一個小目標 封關以後 對不對 農曆新年你可以到處去玩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個方式 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你要找到一個穩健的操作方式賺錢 怎麼樣賺到兩百四十點 基本上現在跌了六十幾點了 你要找到一個穩健的老師 我就說你現在會費 會期全部都是年後才要算喔 可是你現在賺錢可以馬上賺 尤其是現在投顧業 我跟你講 封關之前是投顧業最划算的時候 你去找每個老師 你看到哪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好喔 這個老師股票一直漲喔 這個老師很誠實喔 你去找他 絕對會期又長 會備又省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 現在跌了六十六點 嘎空道結算 我留在這邊 是我現在要馬上把它給取消掉 公開的告訴觀眾朋友 我要把這個高通道結算 這個想法取消掉了 好 導播 我們麻煩把這個測標取消 我就已經講過了 好 我不是說 覺得會到九千六 然後呢 我就一直抱著我的多單 抱到九千六 如果到了九五九九沒到 然後呢 跌下去跌一千點 我的會員虧一千點 這種老師早就陣亡了 這種人 這種散戶也陣亡了 台北股市成交量這麼低 就是因為太多這種人了 不是一直看死多 就是一直看死空 沒有去分析嘛 你沒有去分析整個大環境 為什麼漲 為什麼現在又跌了 先給大家看一個結論 好 我 我在我的臉書上面 應該有公開講 因為我這邊九點到九點半的節目 我說會漲 可是盤中環境變了 照理要漲的 結果呢 台積電也殺 金融錫也不漲 外資有在拉 可是沒有動作 這個時候你就要變啦 外資上禮拜賣了六千五百口的多單 我盤中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對 在昨天以前外資是 八千口的多單才在加碼 禮拜五出了六千五百口 你說你要看到九千六嗎 重點是什麼 你要跟外資同步嘛 現在外資占了台股的成交比例四十趴 為什麼外資沒有陣亡 因為外資總是贏家 所以我覺得台灣弄一大堆政策 全部都在保護外資 散戶已經快掛了 所以外資賺的也少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散戶的比例越來越小 這一塊魚 這一塊肉 他們已經快把它啃到骨頭了 所以說成交量越來越小嘛 外資也沒有多的錢可以賺了 成交量一直萎縮 可是外資的比例一直放大 他們就像食人魚一樣嘛 到處都是食人魚 掉下來一個 一隻什麼動物 他們就衝過去吃光 11點36分 好 陷入盤整 上個禮拜五 我就說外資滿手多單的情況下 照理講 應該要對特定族群發動攻擊啊 可是沒有 所以怎麼樣 電晶是雙弱的 外資沒有買嘛 外資買了10億 買了10億我這邊分析 我覺得外資可能站在賣方 期貨站在賣方了 我請所有的會員手中多單全數出清 9377四架出場 你不要說老師9377出場你的會員有虧喔 這一條 嘎空到結算我衝 大力光那一天被調升到5000塊的那天 我就開始講 9300點開始嘎空 我就說這是外資一個信號彈 集體嘎空的一個信號彈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 他們會做一個集體炒作的行為 就是你血一放到水裡面 一個受傷的動物 一掉到水裡面 食人魚就把你吃掉了 因為12月30號那一天 行政院公布了 當充減税這個方案 行政院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12月30號公布這一個新聞 當天漲了70點 當天漲70點 對所有的金控來講 對所有台北股市的公司來講 至少賺了幾十億啊 一個新聞至少價值幾十億啊 因為12月30號那一天 金控公司全部都要結算了 你所有的投資的股票部位 漲一% 那就是幾十億幾百億再算了 所有加起來是幾百億哦 一個新聞公布了 當天直接所有的散戶幫忙追 然後呢 幾十億一個新聞 所以你看事情你要看一個重點 你要看一個背後他隱含的意義 他為什麼不一月初公布 他為什麼全在12月30號當天 幾十億啊 所以怎麼樣 外資他是一個嗜血的動物 他看到12月30號那一天 有漲 他馬上過了1月5號 大力光公布營收之前 先調高他平等 到五千 是不是就會反應 因為12月30號當天反應了 所以怎麼樣 1月5號當天又反應 所以我說我追多追了兩次 一次是1月5號 9300漲破以後再衝一波 直接嘎上去 9000 1月5號那一天是第一次追多單 然後呢 第二次追多單是什麼時候 1月12號 所以你要去觀察 外資可能會用的消息面 他是不是在法說會之前先拉 是不是跟1月5號一模一樣嘛 1月5號是下午大力光財公布營收 先拉 1月12號雙網把說會提前先拉 所以我兩次追多單 一次追在9300 盤中節目我都講了喔 我說9300一到要拉 因為之前9295是一個壓力啊 9300過了一定有問題追 第二次 1月12號9395 直接追 唯一的兩次 台北股市兩次 1月開始兩次長多 長紅K棒 就是1月5號跟1月12號 全數9377出場 這邊是我做過的多單 好我做過的多單 我覺得很多的時候你做期或你加上指標 你準確度會增加很多 好準確度會增加很多 這是什麼 這叫做日線啦 做期或你要觀察三個因素 趨勢 你趨勢如果沒看對 你就永遠不會對啦 這叫做加碼 加碼 加碼 你趨勢看對你就一定賺了嘛 趨勢看對一定賺 然後呢你要再看什麼 你要再看波幅嘛 看它漲幅 漲幅 漲幅 是不是有可能已經滿足了 然後呢再看時間 再看時間 好 趨勢 時間 波幅 這三個你都要考量到 指標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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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為什麼 假日有人打電話進來 很多人以為我是講股 期貨 期貨為主的 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問我 玉金光 為什麼要問我玉金光 因為我上個禮拜我盤中我 第二階段講股票 我就說 玉金光我昨天 選出來的一個多頭股票 今天開始漲5%了 我說這一檔股票不錯 我有在研究 然後呢指標又出現轉多訊號 基本面 籌碼面 技術面 指標就等於是技術面嘛 選出來 可以選得出來喔 漲停板 我股票不是講很多資的那種人 對不對 很多的老師 有兩種啦 老師基本上有兩種 哪兩種 一種是 他會跟你講 這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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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了 十支 好這個族群 十支不錯的 然後呢 再講金融族群 這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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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買台灣50就好了 另一種老師是 他講很多的 他沒有講股票 好可是 收完盤的節目 沒有一個老師 敢做9點的節目 然後給你撕一個貼紙 撕開說現在會漲停板 沒有老師啊 收完盤你隨便撕 你一千多支漲停板 今天也有啊 所以說上個禮拜五 所有的老師撕起來 通通都玉金光 因為已經開始走落了 強的股票不多了 所以怎麼樣 全部的老師 也跟食人魚一樣啊 哪一支股票漲停 他們都說他買那支啊 到最後 全市場老師 都只買到一支股票的時候 就是崩盤的時候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時候 只剩下一支股票 會漲停板 所以我說真的 你要找到一個 真的幫助你的人啊 看一下五分線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五分線 跌身了 真的跌身了 跌了七十幾點 這邊 不要去追空單 好不要追空單 我也不會去追 跌下來 從上個禮拜五開始大戶 從上個禮拜五 大戶開始轉賣 這裡 你就應該先把多單出掉了 好 先把多單出了 跌下來你不要追 我跟大家講一個結論啊 今天我覺得 還是 有可能會反彈 好 跌下來 它跌到一個低點以後 進入霞幅盤整 我覺得你可以抓一個高點來空 反彈再空 反彈上來再空 現在不要追 不要追 我應該有在臉書上面講 因為我在 禮拜五早上之前 我還看多 好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解釋的一件事情 你看多 可是當你看多的理由消失了 你就要轉為偏保守 或者是轉為空投走勢 現在市場上一定有多有空嗎 有多的老師跟你講會漲到一萬 九千多九千六 空投的老師跟你講會跌到一千 跌到疊一千點 基本上我覺得投資人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變得很聰明 好這種喊的 你喊到最後 沒有一個理由講出來 沒有人要相信 我就跟你講 我臉書上 你先去看臉書 我就說 上禮拜五吧 禮拜五的盤中我就說 因為我 我發了我的文 我要負責任的 我原本看多 從九千三好了 算九千三好了 上到九千四 我一直都說 我看多看多看多 我覺得會嘎空 是不是很多的粉絲會相信我 會很 會要看我的文章嘛 如果我出了 我都不跟他們講 那疊下來 我是不是還是有一點社會責任 雖然他也不是我的會員 所以我應該是盤中就講了 我說 投資朋友 如果你早上有看到我那個訊息的 我要跟你講 我現在偏保守了 我多單已經出了 這就是一個社會責任嘛 為什麼會做這些單子 這也不是憑空在做的 到昨天以前通通都是多頭啊 就算你看得保守 你也是要做多 我們從一月三號看起好了 這是一月三號 好 一月三號我上節目的第一天 我是不是說這邊有一個軌道 來我們鏡頭近一點 我說這邊有一個軌道 這叫做下軌道 這個叫做上軌道 如果你的多單出在上軌道 你就不要去追了 當你的多方的訊號出現在下軌道 它的勝率會增加兩倍 我就說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現 調升大力光的目標價喔 那時候還做得很保守 就是說這邊短多 這邊安全很多 開始做短多 這邊 也是盤總獎 不要去追單 因為怎麼樣 出在軌道的上緣 疊下來做多 一路上都是這樣在做 到哪一天還短空喔 這一天 一月九號還做一個短空喔 短空也有四十點的價差欸 所以說你要去研究 為什麼我一月九號要做一個短空 因為一月九號沒有任何的新聞會發布 你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是不是跟現在一樣了 現在已經沒有法說會了 現在只有唯一的一月二十號川普就任 川普就任沒有亮點啊 因為他前一天已經發表演說了 他發表演說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不准CNN提問 因為CNN說他有一些 去俄羅斯那邊有一些問題 參加一些party性交易 所以說川普的最大的亮點是什麼 就是跟媒體對抗 就職典禮不會有亮點了 就像一月九號成交量不足 外資滿手多單 趁開高他一定會到貨 他一定會到貨 我們就跟著空 唯一空的一次就是一月九號那一天 放空 現在咧 今天怎麼做 所以我說你要跟著我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要跟著我 現在到封關還有八天 我就說你可以定一個目標 過年可以去交溪老爺吧 或者是太魯閣精英 因為冬天你不可能去墾丁那種地方 你一定要找一個有溫泉泳池的 你的房間裡面就有一個大浴缸的 大家一起泡 那種感覺泡完以後再喝個咖啡 可是要有錢嘛 你要有錢你做的事情才會鬆 不管你是多有錢的人 你要賺到額外的錢你就會鬆 投資賺來的錢你就會鬆 我就說你不用管會費不用管會期 一切三月再說 通通都三月再說了 三月再說 你現在給你自己一個目標 基本上你看我的準度也知道 從一月到現在基本上沒有什麼錯誤過 唯一的錯誤是什麼 我沒有留空單 我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我跟著外資把多單平掉了 我如果留空單我可能九千三就留空單了啦 不要說欸老師怎麼別人留 別人有做空你沒有做空 當別人被嘎空的時候他沒有跟你講而已啊 你現在設定一個目標 從今天開始到封關 你賺兩百四十點就好 不管是一口兩口三口 你都賺兩百四十點就好了 我來幫你賺 我來幫你賺 我們一起設定一個目標 現在跌了九十八點 跌了一百點了 今天跌幅有點超乎預期 好有點超乎預期 好我開放一下好了 我今天開放 如果你想要知道後續怎麼做的 我現在都是免費啊 我免費提供你一個資訊 你現在有多單的 或是你想要知道等會怎麼操作的 我等會會發什麼 我等會要做什麼 你現在 好跟我聯絡 我等會主動通知你 我主動通知你 幫你一次 好幫你一次 就只有今天 就只有今天 好不好 你跟我聯絡的 我決定幫你一次 好一切都是 沒有任何的對價關係 純粹 純粹是一個 一個朋友的關係 好 時間 有限 下階段講股票 我們等會兒會看一下 我們股票到底今天漲了還跌 因為我也沒看 這才是直播嘛 我們等會兒再直接看我的股票 好 我們下階段再回來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达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底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頭顧 运达頭顧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运达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 2781 0909 2 2781 0909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旅瓶險加买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 並注意效期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或帶點醫療費用 朋友們 出國前記得選購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喔 歡迎回到現場 我的股票 我看好的 帽連今天沒什麼跌喔 漲喔 第一桶漲喔 如虹 跌喔 如虹跌多少 7.5元 7.5元你是要做期貨喔 因為如虹的券已經被 被外資空光了 你會說 老師我要去空如虹 沒有如虹 我幫你調查過了 如虹大家都看好他 外資每個都說 台灣前12檔 最看好的股票 其中之一是如虹 然後呢 你到最後會發現 借券的全部都是這些外資 就像是浩鼎一樣嘛 浩鼎沒有融資融券 怎麼大家都在賣咧 外資會去用借券的方式 所以說散戶借不到券 只好去用期貨空 我沒有辦法在9點的時候 告訴你答案啊 因為我是上個禮拜 12點發的coaching 我怎麼通知到你 當你發現已經有 轉落的跡象了 你是不是要增加你手中的空單 不就是這樣做嗎 9點到9點半驗證給大家看 我是一個很準很負責的老師 可是9點半到1點半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盤中啊 你去注意臉書 也許會得到一些資訊 也許會得到一些資訊 我跟你講如虹 下次的反彈大約在冬季啊 臉書上也有寫 冬季在什麼時候 你說老師現在不就冬季嗎 我跟你講明年冬季 他旺季結束了 他的旺季已經結束了 12月的營收比11月還差 1月2月營收一定比12月差 因為農曆過年也過完了 寒假也沒了 衣服的重量減少了 他的營收就會減少 他是以襯金在賣的 如虹襯金在賣的啊 1476如虹 手中沒有如虹空單的 331.5放空一成資金 331.5到現在是多少 325 這邊是一個空單加碼訊號 開始跌 跌下來反彈到這邊的壓力價 然後呢 營收不如預期 外資又開始出了 我要不要做一個空單避險的動作 當然要啊 疊了8塊錢 8塊錢你一口就是1萬6 我就說給你自己一個小目標 你要怎麼操作 你跟著我操作 會費會期之後再說好不好 今天給大家一個幫忙 你打電話進來的 一切你要幹嘛 詢問我股票 詢問我期貨 通通都可以 最後祝各位今天一切順利了 廣告之後見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维吾